愿主与你们同在,也与你的心灵同在, 共读圣玛窦福音,主愿光荣归于你。 那时候,法利塞人听说耶稣是撒图色人, 闭口无言,就聚集在一起。 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涉探他, 发问说,师父,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? 耶稣对他说,你应全心,全灵,全意,爱上主你的天主。 这是最大,也是第一条诫命。 第二条,与此相似,你应当爱尽人,入你自己。 全部法律和先知都须于这两条诫命。 基督的福音 基督,我们赞为你。 基督的福音 在今天的福音中,耶稣告诉我们, 我们必须爱天主,爱我们的灵人。 如果我们这样做,并守住对耶稣的信仰, 那么我们肯定将被天主认为是公义的, 并且与耶稣一起将胜过一切的邪恶。 爱天主和爱人,这两条诫命很容易理解,但难以实践。 如果我们要实践。 如果我们要实践这些诫命,我们需要有两个美德,第一个是谦卑,第二个是慷慨。 相反的,如果我们骄傲和自私,是不可能爱天主和爱近人的。 为什么骄傲是其中一个阻碍呢? 一个骄傲的人无法爱天主,因为天主的恩宠只赐给谦卑者。 同时,他也无法爱他的近人,因为他无法耐心地接受和宽恕近人的过失。 那么,为什么自私阻碍我们爱天主和近人? 这是因为一个自私的人只关心自己,他没有时间给天主。 同时,在他眼里,近人都比不上自己。 一个谦卑的人会警醒自己的罪过,所以会到天主面前,祈求天主的恩宠去度一个圣上的生命,并祈求天主宽恕自己的罪过。 一个谦卑的人不会刻刻判断他的近人,而会同情他,即使近人错怪他,他也会耐心地对待他。 一个谦慨的人知道如何信任天主,他相信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天主的祝福。 他知道自己必须与他人分享祝福,因为这才会越了天主。 一个谦慨的人对于近人的需要和痛苦非常敏锐,即使要在他的生命中做出一些牺牲,他也会全心去帮助他人。 各位兄弟姐妹,让我们记得,只有谦卑和慷慨的人,可以完全实行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两个诫命,爱天主和爱近人。 因此,今天我们祈求更多的恩宠,使我们更加谦卑和慷慨,去爱天主和近人。 阿们。 阿们。